中文字幕君 这个也是妈妈的收藏吗 这个也是啊 这个是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吧 就是我从日本的 那个京都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就买给我的礼物 她妈妈喜欢大 大就好 亮就好 大 亮 对 她喜欢大的 可是对我来讲 那就是一个纪念 因为这样纪念了 大学毕业礼物 这个很多人以为说 這不是男生的嗎 對不對 滿像男生的款 很多的父母 他準備這個禮物 他也不管說家人你用不用 就是說我剛好有這個錢 然後又尋覓在尋覓 找到我理想中的珠寶 然後它的價格又符合我 現在的預算 很多人就下去買了 我遇到很多這樣子 這有點傳家寶的概念 我拿的不是最多 拿最多是我姐姐 因為我姐姐特別喜歡這些東西 這樣講起來氣死人 這樣講什麼 沒關係 我拿房子就好了 說起來有點痠 怎麼一直聞到酸味 謝謝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透不透 來 透 很漂亮耶 整個都是透的 有一些白花 微微的 顏色基本上是好的 紫色是好的 但現在不夠膨對不對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它是做包台 把它包起來 所以顯露出來的不多 其實它是可以的 而且它後面有開窗 所以代表它沒有作假 它還開窗 對 當初媽媽買多少錢 我告訴你 忘記好像幾十萬吧 對 不便宜 可是那個時代 應該不用到幾十萬吧 以前 好像三十萬吧 不能講幾年前 那種怪怪的 不能講幾年前 不會啦 那我都不介意 有的跟人家說 我已經一把年紀了 然後就說 你好年輕喔 因為在日豬大學畢業的 那個時候 其實翡翠還沒有標那麼高 那個時候沒有 他二十五年前 二十五年 而且你自己講出來 不好意思 二十五年前 我大學畢業 那個時候的翡翠大概 這樣子 航情合理 合理 三十萬 三十多萬 對 合理是三十萬 那現在二十五年後 值多少呢 我們也來見價 請見價 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長了三倍啊 差不多... 很厲害 這樣的款式 是不是就像你所說的 很男孩子一樣 是 它就是一個 其實這麼說啦 人到一個年紀 男生女生是不分的 雍容華貴的這個 奧巴桑 戴起來也很漂亮